章基擁有一百多項的專利 有十幾項的專利成功的授權 也有數項產品成功的上市 造福了相當多的患者 章基連續獲得法國發明展金牌獎的肯定 實屬不易 章基在總院長陳穆寬教授的領導之下 對創新研發相當支持 我們期待每位同工能夠秉持 切膚之愛的四病猶青與勇於創新的精神 繼續研發出創新的醫療技術與醫材 加惠我們所有的患者 這次的計畫主要是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們是研究氧氣鋼品的結構 我們用3D列印的方式把它列印出來 第二階段我們是用人工智慧的模型 運用人工智慧的影像來辨別出氧氣的壓力數值 最後個階段第三階段 我們開發出APP的程式 APP可以讀取人工智慧傳來的壓力數值 當這個數值如果低於某項數值的時候 它可以播報出來 讓我們第一線的護理人員能夠緊急的應變 這就是一種人機的協作 可以讓維護病人安全增進醫療品質的一個方式 住院中的病人在轉送過程當中最擔心氧氣供應不足 造成缺氧以及病人危害事件 我們護理部根據使用者的經驗 跟育成研發中心進行跨部門的合作 獨立研發氧氣鋼瓶智能監控裝置 這個裝置能夠讓我們護理人員 在轉送病人的過程當中 能夠專注在病人的照護上面 也能夠在氧氣鋼瓶的氧氣即將耗盡之前 能夠發出語音的警示 讓我們護理人員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應變處理 以維護病人安全 地獄500PSI 地獄300氧氣使用時間剩1.9分鐘 氧氣用完 彰化人彰化是新聞記者林明佑采訪報導 verbalсть關卡 能夠蒲吧 ck來自申嘴